北京一超市门店进口猪肉和水果混减呈弱阳性 据西城健康消息 10月9日西城区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对进口冷链食品进行核酸检测 其中北京物美京门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门店的一件进口猪肉和龙眼 火龙果 齐城 奇异果等四件进口水果 涂抹混减的检测结果呈弱阳性 西城区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第一时间开展实验室复合 流行并协调查相关物品与环境的采样检验 人员管控及环境消沙等处置工作 多批次采集水果和肉味样本 并扩大采集店内环境和相关人员样本 结果均为阴性 目前该门店已暂停营业 相关产品下架封存